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挖健康直播 我是姜郡俊医师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谭敦慈老师 姜医师好 大家好 因为刚才我们的小编有交代 叫我们先喇累一下 先问一下 谭老师早上在干嘛 我早上就开始工作 就开始工作 对 我没有去抢言 你没有去抢言 虽然我是家庭主妇 今天护理师兼妈妈 但是我没有去抢言 为什么要讲 今天看到大家看到谭老师来 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主题 一定跟食安有一点关系 为什么今天主题就是 前几天有一个新闻 大家都开始去超级市场抢言巴 有时候抢卫生纸 有时候抢什么什么 你说演唱会去抢票就算了 从来没听过有人抢言巴 我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几十年 第一次听到有人抢言巴 什么都听过抢过 抢钱最多 从来没听过抢言巴 为什么有这个消息呢 就是因为日本 日本全政府做了一件事情 就在8月24号 全世界瞩目的情况下 他把它河岛的河废水 终于决定要排出来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先再讲一下 就是说这不是河废水的问题 而是说它是经过处理的废水 没错 待会跟大家直接介绍 那大家在怕什么 排到水里面 大家知道有一个民生物质 大家每天都要用到 就是所谓的盐巴 因为吃东西不加盐巴 吃不下去嘛 可是大家的概念就是 盐巴好像是从海水里面提炼出来的 就是所谓的海盐嘛 那你今天日本把这个河废水 给我排到海里去 我又把那个水拿过来做盐巴 我几乎吃到河废料了 吃到河废料大家会怕什么 就怕核辐射的伤害嘛 那核辐射对你会有什么伤害 大家都知道嘛 核辐射会破坏DNA的稳定嘛 万一一个倒霉 我不是变成癌症了吗 之前大家不想要 核一核二核三 就在我们家的附近 就是怕我会不会得癌症啊 都怕要死 现在你日本家敢排水给我们喝 本来是有邻近国家恐慌 比如说像中国日本韩国啊 像我们啊 因为在他邻近嘛 所以大家有说那水水 会流到我们这边来 可是大家知道嘛 有所谓的洋流 事实上会到处跑的好不好 事实上排出去是 全世界一起共享的好不好 对 他们就是排出的河北水 是所谓的寒川的贝水嘛 是 那现在跟大家先问一下说 樊老师 你觉得这个抢盐到底对不对啊 它这个核被料 我们去做成盐巴之后 到底对我们的 我们真的需要去抢盐吗 其实我川它是容易水 它在水里面 那其实我们知道盐 它的特色是什么 水分含量很低 对 像一般的这个盐 其实大概只有0.5左右 那其实这个在精致过的这些盐 其实是不要担心啦 那所以大家真的是不需要去抢盐 因为你买回来 你如果你的保存环境不当 其实我觉得反而让这些调味料都可惜了 然后呢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人减死的观念 就是说很多人喜欢吃咸很重的东西 那味道 因为其实我觉得盐就是这样 你如果吃的味道重一点 你会觉得很好吃 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一年有235万人 是跟重咸的这个食物而引起相关的疾病 高血压肾病啊 对 对其实很多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抢盐 而且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养成一个习惯 盐不要吃太多 对 所以有个统计啊 说要吃到多少核废料做成的盐巴才会中伤啊 其实坦白讲 它算起来是400多公斤 你有可能一档你可能就吃不到400多公斤嘛 对啊 更何况这个 这个你看你要一整天吃400多公斤 我们一年都吃不到400多公斤 对啊 其实大家真的不要紧张 刚才台老师讲的 各位如果你有念过国中的化学 好不好 你有没有念过 食言叫做氯化钠 对 写的叫做NACL 对 这是排出来的废水叫做川 川是氢离子的一种好不好 只是它是比较重的氢离子而已 它会有放射线的氢离子而已 那个水叫做什么 水叫做H2 好不好 那氯化钠叫做NACL 没有H这个字 所以理论上食言里面是不含氢离子的 既然不含氢离子就不会含氢 好不好 对 所以但是刚才少年有讲嘛 我们从海盐里面去提炼出来的东西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把那水通通都滤掉 但是顶多也占3%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事实上辐射大家都害怕 可是天然的环境里面有没有辐射量 有啊 地底又有辐射量啊 温泉又有一点辐射量啊 地球一诞生就有一些辐射的物质 好不好 是 所以事实上WHO有规定嘛 不是WHO 那个核能委员会有规定嘛 每天可以服用的上限量 是有一定的上限量 那是安全值 那是安全值 所以他老师刚才跟你讲的444公斤 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 因为我刚才讲的嘛 绿化钠本身是不寒穿的 寒穿的 只有有一点水会黏在上面 我们没办法过滤掉 如果你真的用核废水 去把它提炼出来 你每天要吃到444公斤的盐巴 你会吃到440公斤的盐巴吗 吃死人 咸都咸死了好不好 你不会因为辐射线伤害死掉 你会因为高血压而死掉 而且另外我刚才讲 辐射对人体的伤害有两种 一种是辐射摆在里面前 它放出辐射线 直接攻击到你 是 另外一种是被你吃进嘴巴里面 卡在里面 然后继续伤害你 那我再告诉各位 辐射线其实有很多种 辐射线有很多种 有α β 伽玛 还有X光色线 伽玛色线跟X色线 就是我们在医院里面常常用的一些东西 那个辐射量是很强的 所以那个是很强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次的穿沸水 放出来是什么吗 是β色线 它的伤害本来就没有很大 事实上你的皮肤一张纸 就可以把它阻绝了 所以如果水在 你在旁边这样子流过 水在你旁边流过 那个辐射线对你的伤害 是微乎其微好不好 因为它放出来是β色线 不大会穿越人体的 不是上不到你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哇塞 日本开始排这个穿沸水了 我最近是不是不要去海边 可以啦 去海边看你的海 不会受伤好不好 那是β色线好不好 那你会说 那我首见 我去海边咬一盒水来喝会不会 卡进去会不会 不会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讲说 辐射物质有所谓的半衰期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说 很多的半衰期很长 动不动就几万年 几十万年 穿的半衰期大概是十几年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真正的半衰期 什么意思 就是穿这个东西 我刚才讲它是水分子 你吃进人体之后 会从你的汗 会从你的尿里面 还是会排掉 所以我们的半衰期有两种 一种是生物物质本身的半衰期 另外一种是所谓的生物半衰期 那生物半衰期 因为它被你排掉 事实上穿在你人体里面 是不会留这么久的 所以才讲说 它基本上它在你面前流过 它的放射性也不强 第二个 就算被你吃进去了 你排尿 它有可能会排掉 会排掉一大部分 所以基本上 穿对人体的危害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那么大 有你举手干嘛 江医师 粉丝朋友想问 那盐巴不用捆吃海鲜 也不用担心吗 好 就是我刚才讲的 穿是一个可以被生物代谢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水嘛 那海鲜会不会吃到水 会 所以我想说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吃鱼类要吃小鱼类 不要吃大鱼类 我们是怕生物的毒性累积嘛 比如说鲜先被小鱼吃掉了 大鱼又吃小鱼 超大鱼又吃大鱼 这样吃下去鱼就一直累积 因为鱼是排不大出去的 可是穿不一样啊 小鱼吃了穿之后 它会排出去 大鱼吃了穿之后 它也会排出去 所以再去吃海鲜 事实上 除非我不知道 我是没算过啦 我想如果你真的要 因为吃海鲜的穿中毒的话 应该要吃100条到200条 一天可能要吃500条的鱼吧 就跟那个绿花纳一样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太担心 好不好 又有问题 今天是本师直播 请说 还有一个想问说 有人家一师刚说吃点片 可以防辐射 那我们吃寒点盐巴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合污了 这个就是我要问一下 我们之前像核災的时候 像核災的时候 政府会预防性的 把点片给民众 所以可以抗辐射的伤害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盐巴里面有加点 是是 那他们说 我臀盐是为了要防辐射伤害 这个讲法对吗 其实点盐 没有办法防辐射 那其实我要再讲一下 穿 其实在正常人的身体 这是南韩的研究 发现每个人身上 大概成人来讲 就有40倍克左右 那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那其实辐射有很多种 那本来我们生活的地方 就会有 到处都有 像你如果说你飞行绕一下 其实你也遭了几张X光片 对不对 本来就是啊 这个其实都有的 那鱼到底可不可以吃 其实吃鱼很健康 国建署告诉我们每人每 就是每个礼拜最好能够吃两次的鱼 为什么吃鱼除了会让小孩子变聪明之外 其实可以预防心脏血管疾病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吃鱼 但是我们吃鱼怎么选呢 这个其实呢 我是建议大家 还是像江医师讲的小型鱼 那其实小型鱼呢 这个其实这个日本还有世界的 这个辐射的侦测上 其实已经做了好几年 那秋刀鱼其实都没有被验到 那其实我们的鱼业鼠 现在也针对13种鱼 然后呢就会很频繁的监测 以前是抽几百种 现在已经来到 就是要抽一样抽到3000 所以呢大家不要紧张 但是我觉得吃小型鱼很重要 因为最主要是重金属的问题 都是重金属的累积啦 对所以呢我都会特别推荐什么鱼呢 像青鱼 秋刀鱼 还有湿木鱼 鱼柳 因为Omega 3存在鱼肉里面 它什么像鲁鱼这一类的 那大型鱼呢是其实本来 卫福部就建议我们要少吃的 有几种 所以不要吃海豚 海豚在那边跳 不要吃海豚 对 孕妇跟小孩子有几种鱼不能吃 鱼鱼 鱿鱼 鳍鱼 鲨鱼 为什么呢 这是大型鱼 好 那其实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吃鱼的 那很多人就说 那这个读物学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有几个部位不能吃 鱼头 鱼皮 鱼内脏 什么鱼皮不能吃 有人特别喜欢吃鱼皮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读物学告诉我们 这个都是我最喜欢吃 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一下 指的叫做小型鱼 那小型鱼呢怎么判断 跟你的手掌差不多大 或者是你的家里 你不要拿餐厅的那个大盘子 那就大型鱼 你家里的一般的小盘子 上面放上去 你可以看得到头跟尾的 像我个人很喜欢吃的叫 虱目鱼鱼头 我觉得虱目鱼头 会比虱目鱼鱼肉来好吃 更好吃 对 所以呢 虱目鱼头可不可以吃 当然可以 就是你在盘子里面看到 但是呢 其实在美国有做过一个实验 像我个人 就会看到他的这个建议 像我们难免会煎鲑鱼 给小孩带便当 那我在煎鲑鱼之前 我会先把鲑鱼的皮去掉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做的研究就是说 你在把皮去掉之后再去煎 可以减少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重金属 这又是一个 原来重金属会 藏在皮肤里面 就鱼头鱼皮鱼内长 这是读物学建议不要吃的位置 我有时候跟他去吃饭 他们煎一条鱼 我还先把鱼皮夹掉了 哇塞 我是为大家安全着想好不好 我牺牲小我好不好 你就吃进去吗 我就吃进去 我以为你是把它剥开 我是觉得很好吃啊 还好你不笨 所以还好 OK OK 那点盐的部分 点盐的部分 到底真的可以吃点盐 来预防核灾吗 真的不行吗 因为其实点盐的这个点 其实江医师一定知道 其实台湾人 在根据检验 他是缺 我们是大部分是缺点 那我们知道孕妇如果缺点的话 小孩子会胆小针 那这个点 所以就添加在这个实验里 但是他没办法预防这个放射 如果说 如果说今天真的有辐射外泄的时候 其实政府一定会给你点片 你不要自己去买 应该是买不到 应该买不到 所以大家其实不要恐慌 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这个时代了 那其实政府一定会保护我们人民 所以你不要就是说我要吃很多点 其实点过量也会有一些问题的 你去买 如果你为了要防核灾 去买盐巴里面加点 我觉得你真的是爬带到了极点 我先告诉各位 辐射线 刚才他老师有讲有千百万种 你吃点要干嘛的 大家都知道点吃进去被谁吸收 甲状线 所以今天你吃点可以预防的核伤害 只有点的那种同位素 比如说点131 这种放射线很强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当如果核电厂爆炸的时候 到处充满了点131这种放射线东西 如果被你吸进去或是被你吃进去 他马上跑到你的甲状线 他会卡在里面拼命的放射 拼命的放射 所以你身体就一直受到 那个点131的伤害 可是如果你先预先吃了很多的点片 这些点片通通跑到你的甲状线里面 你这样接触到点131 他就比较不容易卡在你的甲状线里面 所以这样子 点1 几次点 只有预防点131这个伤害而已 好不好 而且根本没办法预防其他辐射的伤害 而且一般的盐里面 那个含点量 没有那么高好不好 你要吃多少量啊 你会先高血压爆血管死掉好不好 不会的那个好不好 我还要讲一下 可能有人是跟我一样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甲状线机能抗计 然后呢 当然老了之后 变成甲状线功能低下 那像我们这种人呢 是不能补充点盐的 所以像我吃的叫做五点盐 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说 那我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在吃这个点等等 真的不要 我觉得一切要按照这个规则来行施 挖健康是一个充满知识性欲教愉悦的节目 所以刚才唐安老师一讲到说 那个甲状线 因为很多人都问说 我甲状线有毛病 我到底可不可以吃寒点的东西 我在这边再郑重告诉大家一次 只分两种情况 一种 如果你甲状线功能正常 就是你没有自体免疫的甲状线毛病 比如说你没有那种眼睛凸啊 或者是那种 自体免疫的 常常我们常见到的那个 巧本式的甲状线疾病 就是甲状线功能 比如说忽高物低那种 只要你没有自体免疫的甲状线疾病 你通通可以吃海带 你可以吃点的 但是一旦你有自体免疫的毛病 像谭老师讲 他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那种 就不能吃寒点的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是节节 你甲状线功能很正常 你是个小节节 可以吃寒点的东西 好不好 大家搞清楚 有节节是可以吃的 是有甲状线功能 抗健或低下的 那种才不能吃寒点的食物 好不好 你有问题 网友有提问 那我每天要吃多少的盐巴 才是健康合理的状态 其实大家常常在讲 盐巴常常在讲 就是6克 6克 就是6克 但是你不会那么精准的 就是大部分就是建议 国建署的建议就是6克 但是你不会去秤 所以我才说 就是正常的吃的含量 另外就是 抢东西 通常大家是怕 台湾的存量不足 台湾的盐存量不足 真的不要再担心了 我们其实一定会生产400万吨 但是坦白讲 我们一整天 整个台湾才消耗138万 所以其实 你看每天都已经多了 这么多了 那大家到底在担心什么 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不要就是说 好像就是有一个 这个其实这个也跟一样 我们不要相信 网路谣言一样 像我之前看到江医师 在推荐减肥方法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像这种就是一个网路 我们就不要再 因为好像很多都不是你拍的 对啊都不是我拍的 但是所以呢 大家就是不要再去相信这个 那这些网路上的这些 这些 你看到说要去抢盐怎样的 其实很多的 卫福部的网站 或者是农委会的网站 都有这些辟谣 还有一些很多嘛 麦克平等等 都可以去查询一下 那大家不要受到这个影响 就去抢购 因为台湾的盐真的很多 另外就是有人说不行啊 我就是超巴士 我不能让一点点的穿 进入我的身体 我从此之后不要吃盐巴 可以吗 其实低血纳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曾经爬山爬到低血纳 因为我平常饮食很清淡 然后呢因为剧烈的流汗 流汗啊 然后喝水啊等等 不是很够 低血纳其实很痛苦 头晕啊头痛 然后耳心想吐 其实低血纳就是跟那个很多 因为这个那个什么 一直灌水 有没有跑马拉松 然后什么都没有吃 就一直灌水 只喝水没有补电解值 对 结果呢水中毒之后 其实都来不及就 像我自己的意向最深刻 有一个人去那个 飞越那个 那个黄石公园的那个运动 跑马拉松 就他沿途就一直灌水 就到达目的的时候 就一直耳心呕吐 然后就呼吸暂停 然后第一次被压压压压压 就压出很多水来 把它救回来了 但是很快又吐一吐水 然后就又死掉了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因为说 我要很养生 其实我们临床上 看到蛮多那个老人家 他不吃鹽 因为说吃鹽不好 他就不加油不加盐 结果低血纳 这个对身体真的是不太好 因为盐巴就是所谓的 NAC 叫做氯化钠 如果你一直不主动盐巴 你血里面的钠离子会过低 就是我们讲的低血纳 低血纳很可怕 因为代表你血里的 好严重的话 你的脑都会肿起来 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 不要乱搞 好不好 盐巴还是得吃的 又有问题了 有本师提问 那如果我吃鱼卵的话 会有重金属吗 鱼卵有吗 其实基本上 这些这次 他们在放这个穿水之前 其实是做过一些实验的 其实如果他们是可以按照 这个国际的这个标准 经过这个净化塔这些 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话 其实是安全的 但是呢 就是说有时候呢 这个人为有时候就是常会这样 就像我们台湾也曾经有发生过 就是有人偷牌废水 污染的这一些 那基本上呢 如果在这个规定之下 所以我们希望就 为什么我们的 这个他在这么规定之下 而且呢世界的圆能会 还是都 就是说让他牌是赞成他的 那我们国家 其实也是 还是继续的监测 像以前只监测部分一种 现在又拉高了 而且样品数又拉高了 代表就是说 在堵这一块 如果你外衣是 不管是你是小心不小心 但是我去防堵它 对 刚才汉老师你说那个 鱼最危险的地方 有哪三个地方 鱼头 鱼皮 鱼内脏 对 但是没有讲到鱼卵 好不好 所以相对我讲 全身都会 鱼的全身我相信都有一些 只是它分布的问题 是 鱼卵基本上不是属于 特别危险的地方 对 怎么了 可是还有问 那如果吃海带的话 会有核污染的疑虑吗 其实这个就是我讲的嘛 你这个任何一个东西 只要生活在 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需要水分子的 好不好 所以如果在核废料里面 它穿就是有可能会进去 但是我就讲了嘛 穿是一个可以被生物代谢的 因为它是水分子 你喝水下去 你会从你的尿 中的地方排出去 植物也是一样 所以都会有污染 但是只是污染的量就是少 我只是讲的是以穿而言 好不好 穿不大容易造成 生物里面的累积 所以任何东西 只要泡在核废料里面 当然都会受到污染 只是以穿而言 它不容易累积而已 只是这个意思而已 好不好 另外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 就是有人就是很怕死 我死就不吃盐巴 有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给代替 其实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小孩子 我们从小就开始 不要让他吃重点 为什么呢 小孩子从小 这个盐分摄取太多的话 事实上 将来的高血压的风险 会增加40% 那我要教大家一个 低盐的方法 什么呢 其实我们大家在炒菜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你不要油下去 盐就下去 绝对不要 你在炒菜的时候 我们先放点油 然后把菜放下去 然后加一点水 然后这时候盖盖子 然后开火 然后等到这些水果 差不多熟了 熟了之后 最后再加盐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开始就加盐 那这个菜会把盐吸进去 所以你一吃都不减 你会再多加一点 对 但是如果你是炒菜最后 就在表面 你一吃就很咸了 对 所以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 就是在控盐上面 我会做的事情 OK 那其实呢 我们也知道 其实很多海鲜煮的时候 真的不要加盐 有些已经有盐了 像一些鱼啊 虾 还有蛤蜊这种东西 如果你是煮这些东西 盐真的就不要再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也是蛮 蛮咸的 蛮重咸的 对对它就会带给的盐味 那你可以再加上一些什么 葱姜 洋葱 番茄 还有这些 辛香料 对对对 还有这些什么胡椒啊等等 都可以取代盐的 这个香 所以就是两招 第一个用辛香料 第二个盐巴最后放 是 让它在菜的表面有咸味 对 可是有人就是怎么办呢 这次我就买了很多盐巴 我被你一讲 我又不敢吃了 那盐巴要怎么保存啊 我怕过期 盐巴会不会过期啊 其实坦白讲盐巴跟糖 其实没有什么过期的问题 没有保存期限啊 但是如果是有加点的 它就不算是了嘛 还是建议你在 这个 就是按照上面的三年 或者是五年啊 但是呢 盐巴如果保存不当 它其实会结块 那结块的话 你其实不好使用 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对啊 我常常看到盐巴 就这样结成一块一块的 对啊 那就不好用了 对啊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其实盐巴结块可不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 那你当然你可以用暴力的 把它敲一敲嘛 对啊 这也是一个办法 那另外一个是 你可以把它烤一下 那你烤的时候 烤盐巴啊 对因为把水分去掉嘛 那为什么结块 其实它就是吸水 我跟各位讲 不要抢盐 我只烤过番薯 要烤盐巴了 因为我跟各位讲 千万不要吞盐 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要去处理它 盐也是一个很会吸水的东西 对 所以它一吸水它很容易结块 所以你不要囤了 因为你囤了之后 你还要处理它 对 妈妈已经很累了 不要再做这种事 对 那你可以用去烤的 或者是它会把它炒开 那我建议就是说 你还是可以 就是说 在保存的时候 如果你是罐子 你就可以这个米 就是给它炒一炒 然后炒干之后 放在里面 你说把米炒干丢在盐巴里面 盐巴罐里面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的盐不会说 就是一大包 因为一包你要煮饭也不方便 你会准备一个罐子装盐 好 你就是把米炒干了 然后把它放进去 它这样不会结块 哦 还有这种事情 你们去西餐厅 不是都常常有盐吗 然后事实上里面都会有一些 为什么西餐厅的这个盐巴等等 它不会结块 因为它里面都有一些这个 几颗米啊 是不是还吸水的是不是啊 它也不容易凝固 它也不容易凝固 那盐巴米的比例要怎么分配 其实就几颗就可以了 没有一个比例 对 没有说什么10比1等等 不用啦 也不用这样子精准 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实验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一个诀窍 你怕你的盐巴会结块 但是第一个 不要放在太潮湿的地方 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炒一些米 给它丢进去 好不好 盐巴就不会结块 千万不能放哪里 不要放在榴梨台的下面 因为榴梨台下面湿嘛 对 也不要放在灶台的旁边 可是这样方便加啊 没有你可以如果说 你现在只有两包盐 三包盐 你已经囤了这个 你就是要放在远离炉火跟榴梨台的 对对对 各位如果你已经囤了盐巴了 就好好的保存 但是不要再囤了 但是确定 千万千万不要再囤了 好不好 对对 如果结块的话就会把它弄干了 那我们除了盐巴之外 其实很多家人乳酥都还有很多的调味料 那其他调味料怎么保存的 其实 大部分我看到我妈都被刮到去放旁边而已 对啊 其实这有些危险 像这个盐跟糖其实是不用冰的 这个是一般我们可以在调味料 就是说分哪些需要冰 哪些不用冰 好 所以盐跟糖不用冰 对 然后油呢到底要不要冰 对啊油怎么办 好 其实呢像我家人很少 那我有用的很少 但是油冰了之后有个讨厌它会凝固 哦油会凝固 对对对对 像我还蛮喜欢花生油 可是花生油一冰都凝固了 然后你每次拿出来回温又放进去 事实上会增加这个水分的问题 所以呢反而这个油很容易产生油耗味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是像我家用的很少 我就是分装它好那像酱油有一个特别的 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号称就是量灶的酱油 那你打开之后 因为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跟豆制品你还是放在冰箱吧 豆制品那些 像味噌 然后那个什么豆酒 米酒这种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黄豆类的东西 你其实它是容易化 因为有蛋白质 酱油呢你只要开封之后 我还是建议蚝油 这个都放在冰箱里面 豆制品就是放冰箱 对对对 你只要有豆的你就放冰箱 那像这个什么白胡椒等等 其实我建议你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开封你放室温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开封之后呢 我还是建议你放冰箱 为什么呢 过去也曾经在一些什么胡椒粉 化椒粉里面验到黄麴毒素 那我们在用这个调味料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这个锅一直在滚嘛 你调味料拿起来就这样淡 就这样倒 然后呢这个上面其实都有这些蒸汽已经湿了 你用盖子盖起来又放回去 所以呢你先检查你家的调味料的瓶子 上面有没有发霉了 如果发霉了 这瓶调味料真的不要再用了 真的丢了 对对对 那只要开封的就放冰箱 盐跟糖不用放冰箱 豆制品要放冰箱 对对对 那油的部分 蚝油跟那个鱼露 这个都打开之后要放冰箱 那个都要放冰箱 其他是不用放的 那另外就是除了这些之外 很多的家庭子服还有所谓的面粉 地瓜粉 这种怎么保存 其实呢 台湾是一个温暖潮湿的地方 我们有个北回归线通过 所以呢 其实呢我们知道湿度只要大于60以上 就非常容易长这个黄麴毒素 那其实台湾工卫生研究所 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 在这个台北市 的这些一般人的家庭里面 他去验他吃剩面粉 米啊麦啊 还有什么太白粉 一大堆的 就验起来都有受到黄麴毒素的污染 什么黄麴毒素会引发肝癌 对对对 所以呢像我呢 如果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按照你的人数买小包装 那你小包装之后呢 你就是打开之后 你记得你可以装到你的罐子 像我个人会装一个罐子 然后呢就放在冰箱 然后呢 刚才嘉一师在讲这个时候 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 那个很多人觉得撒盐 就是是一个 有没有那个厨师这样撒盐 有没有就觉得 雷一中心会这样 奶油花手都被人撒盐 就这样撒盐 然后觉得很疗愈 对 其实我不大建议这样 为什么呢我们的盐如果是盐罐 那一手有湿气 你再拿到那里拿 然后这样撒 然后又 其实你这样撒中 而且你有时候碰到菜 又拿它又撒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不恰当的事情 所以呢其实不管你是面粉 或者是这些这个 你罐状的东西 我建议你倒出来的时候 就不要用手去拿 那像我用面粉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 会做一些什么 面啊什么 就用面粉 那我就不会用手去 碰触到面粉 我一定会用一个干净的汤匙 把它 而且是干的把它咬出来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安全 那平常万一我真的 买了一包大面粉 我真的吃不完 那我要怎么保存 赶快放冰箱 赶快放冰箱 真的 12度C以下长霉 你不会长黄曲毒素 对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东西 我们就是要放冰箱 对 不是因为冰箱 这个有杀菌功能 冰箱没有杀菌功能 但是呢 它的确可以抑制一些细菌 在身上 对对 请说 那陈老师面粉会过期吗 对啊 当然会啊 会啊 这个我们这个上面 都有这个保存期限 保存期限 这个让你打开之后 其实就是要特别的 注意它了 那你 其实我都觉得是这样了 现在其实我们 台湾的社会也发现到 我们的人数越来越 就是说家庭可以 少子化 对对 越来越少 所以呢 其实很多小包装 那妈妈不要认为说 大包的比较热 那其实你要大包的 你用不了 到时候丢掉 那又比较热 所以呢 我都宁可买少一点 贵一点没关系 但是我确实把它用完 所以基本上只有盐巴跟糖 没有保存期限 对 基本上 其他大部分都是有保存期限 还是不要因为想说 哎 过期五天我吃吃看 危险不要打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请说 那发酵物可以不用放冰箱吗 发酵物 都哺乳之类的 很有问题 其实刚才我们有讲到 黄豆 就是豆类的东西 对啊 因为它有蛋白质 其实这个一打开 就还是要放冰箱 因为12度C 它长没不会长黄曲毒素 那像豆腐乳这个呢 你就是它已经是跟你密封了 其实你打开 就破坏了它这个密封的效果 而且你这样子开的时候 你又放在室温下 其实会有一些杂菌 对 本来没有的 结果你这个因为放在这 就很多杂菌落在里面 对 豆腐乳当然要放冰箱 对啊 因为平常豆腐乳配那个稀饭 超好吃的好不好 对 你平常只挖一两块 剩下的孩子赶快放冰箱里面去 挖那个什么豆腐乳的时候 我真的要特别提醒一下 用干净的筷子 而且最好用纸 把水分都擦干净 把那个水进去也不太好 我看有的人夹了之后 用嘴巴填一下又放进去 我就想说这个多可怕 哈哈 那卡老师有网友想问 可以用味精来取代 盐巴或糖的调味料吗 其实味精没有毒 这个我一直在讲 对 已经讲过了 但是我要讲的是味精的钠含量 也不少 其实三汤匙味精的钠含量 等于一汤匙盐的钠含量 所以呢 其实味精跟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 那味精的使用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个人也会用味精 但是我会选择那种很单纯 99.9%就是浮沾钠的那一个 但是我的原则就是少量 为什么呢 因为味精一点点就可以提味了 你不要再就是说 像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吃的时候 看它在调味 哭哭两大匙 我都觉得这个就太咸了 对 因为味精的钠含量也是很高的 对啊 所以它只是一种调味到一种 它是没有毒性 但是它里面还是有钠 对 所以味精吃太多 还是会觉得很口渴 对 所以不要吃太多 那唐老师突然有想问 像干燥香菇或咖啡豆这之类的 也许会有黄麴毒素吗 咖啡豆过去我们比较担心的叫做褶麴毒素 那大家可能对褶麴毒素这个东西比较陌生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泽菇毒素蛮漂亮的 毒素长得蛮漂亮 其实它那个橘色很漂亮 因为我自己有一次就是咖啡豆 就是因为我家喝角囊咖啡 然后我就是故意放一个 让它在这个温暖的方向 就是它长出橘色的黴菌 它还蛮漂亮的 好 那其实过去在台湾比较早年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 那个发现到咖啡豆 就是有被验到泽菇毒素这个 不过这已经很久了 后来就有管理 那泽菇毒素大家就比较不知道 那其实呢 黄菇毒素上干 泽菇毒素上圣 那泽菇毒素其实有一个故事 叫做法老王的传奇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什么 以前这个西方很喜欢探险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埃及的这个金字塔 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所以想说人怎么可以盖出这种东西 那个没带的技术 对 一定有外星人 没错 好像是 然后呢 他们都会这个 这个法老王的墓室都在金字塔里面 那我们也知道法老王是就是权位很高 所以他很多的陪葬 那有金云珠宝这些 那很多人就想要去探险 主要是要去偷东西 对 但是呢 埃及人相信什么呢 相信永生 他认为他的法老王有一天会活起来 所以他们要准备什么呢 法老王起来之后肚子会饿啊 就给他准备了盗麦河谷在这个墓室里面 是 所以他的墓室外面都会写的什么呢 打扰法老王清梦必受诅咒 那你说这西方人哪会相信这个 对 好到了墓室 开了门进去之后 就把这个掠夺了这个金银财宝 然后就回到了欧洲 然后呢 结果呢 回去之后就开始很喘很喘 然后呢 真的被诅咒了 然后呢 在这个死的时候都很痛苦 因为很喘 就一直说 法老王你不要敲我的脖子 其实经过医学证实 他是肺水肿 为什么 者渠毒素伤肾 那我们知道肾衰竭的时候 水排不出去 会积在肺部 就积起来 肺水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会一直放出粉红色的泡泡 而且死亡率非常高 那所以呢 这个者渠毒素呢 就是这么样被证实 就是 所以呢 其实咖啡 咖啡都我建议这样子 因为咖啡 喝咖啡现在有益健康嘛 对 不过呢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研究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购物前千万不要喝咖啡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冲动购物 冲动购物 哇塞 很有趣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研究很有趣 就是说 你喝了咖啡之后 你去便利商店 你会买的都是那些 很高热量的甜品 所以我看了那个研究之后 我告诉你我喝完咖啡 绝对不出门 不出门 先关在家里三个小时等咖啡代谢 再出门 对 还有一个我也提醒一下 喝咖啡不错 喝茶不错 但是呢建议大家还是喝两杯以内 还是不要太多 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研究是说 喝到第三杯 会有不幸福的感觉 什么东西 过量会有不幸福 他说会有不幸福感觉 我们还是要幸福 对 好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咖啡豆呢建议还是少量购买 对 但是咖啡豆到底要不要放冰箱 大概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你放可以放在厨师盒 或者是密封盖 对 你可以看到外面那些在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咖啡达人 他们在取咖啡的时候 对 是很有那个规定的 就用干净的勺子等等的 那你在家没办法这样 我是建议你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个铝箔子 对 因为咖啡要闭光 然后中间就铺一个这个厨房纸巾 或擦手指都可以 然后把你一天份要用的咖啡就放在里面 然后把它包起来 然后呢密封盒就放七天 然后每次你就拿一个起来研磨 然后就这样去做 这样就会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存 对啦 基本上还是要保持它的干燥 对 还有避点光 对啊 因为有水分就容易长霉菌 请说 那浩斯 我有网友想问 干燥的香菇最类的东西需要冰冰箱吗 当然还是要 为什么呢 它其实卖给你的时候都是很干燥 但是你放在室温箱它会吸水 这边很多水分好不好 很多水分 台湾很湿的好不好 其实我每天都放一个湿度计 在我们家 我们家每一个房间 姜艺师有看过 每一个房间都有湿度计 都有湿度计 郁凡他们也都看过我们家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不要看这个大太阳 它常常湿度也大于60 对 所以其实不要认为不会 香菇我还是建议放在冰箱 这样冷冻的效果会比较好 对 你不要以为它干燥过 它就没事 事实上环境就很多水 不还会吸进去 另外就是 这题我们本来还是要讲盐巴 张老师你自己推荐 因为我们还是得吃一点盐巴 是 哪一种盐巴你觉得最健康 我都买台盐的十几块钱一包的 所以没有特别选就对了 对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很多人迷恋那种各种风味 玫瑰盐 火山盐 一堆啊 对 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吃这种比较单纯的盐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矿盐 盐盐啊 这些 其实它有时候是日月风霜 它也一样会累积一些这种金属的 就是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在里面 其他的 对 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说 像我个人就还是都是吃台盐的 这种 因为台盐它是精致盐 它理论上滤掉很多杂质 对 剩它比较pure的滤花纳 对 那当然 我其实不是巧本市的这个 这个 那个 甲状腺的问题 甲状腺的问题 但是因为是我年轻的时候 甲状腺竟然看见 然后老了之后是比较低下的 所以呢 我的有时候会 我就会买那种台盐的那个五点盐 对 但是也都是 都是台盐的盐 对 因为他老是讲就是 我们说的那个盐盐啊 或是什么玫瑰盐啊 它里面就是 比较强调天然嘛 对 所以或者是一些从 湖水啊 什么出来的盐 很多名字 是啦 它可能就是 有时候它的原调的地方 万一不是那么的干净的时候 那些宽物质通通都进了 对 它们是比较粗糙 它们比较没有精炼的 台盐卖给你那一包盐巴 是精炼过的 对 而且我觉得一定要提醒 这个肾脏科的病人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 因为我们的盐上面都会标明 氯化钠 氯化钾 对 那其实有时候呢 这个没有标示 它到底氯化钠 还是氯化钾 那有时候它其实是氯化钾 那洗肾病人是很小心 很要小心这个钾离子 那个就是低钠岩 对 所以大家这个肾友 在注意的 在买盐的时候 你不要想说 我这个越规越好 你一定要看清楚是氯化钾 不要买到氯化钾 对 因为这个对洗肾病人是有风险的 对啊 因为那个钾离子 你洗肾的病人 其实钾离子就已经很高 对 你还给我吃低钠岩 所谓低钠岩就是高钾 你就危险 那有网友提问想问嘉医师 请问除了川以外 排放的辐射废水 没有其他的辐射元素 会对生物有害吗 很好 你是一个专家 好不好 我知道你在问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吵嘛 这是日本排的废水 韩川的废水 世界各国都在排 台湾有没有排 也有啊 我们只要有核电厂的地方 大家都有在排 为什么大家通通干掉日本 差别就在于 平常我们的这些水分 拿来冷却这个核反应炉的温度的时候 它其实是没有直接接触到那个核反应炉的 可是辅导大家知道是因为有核灾有爆炸嘛 所以拿来冷却的这些水 是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核反应炉的 直接接触哦 所以除了川之外 是不是含有其他的核废料呢 不知道 但日本告诉我们说 它的水都要排出来之前 它经过两道程序 一道叫做过滤 它把除了川之外 其他的放射物质 基本上都过滤的差不多了 那人家就讲说 你为什么不连川都过滤掉 川就是水好不好 怎么过滤啊好不好 起笑 所以它理论上 它把其他的过滤掉理论上 第二个 它排出之前 它又加了一个动作 叫做稀释 然后才排出去 就是真的 但是现在大家 存在心中的质疑就是说 你说没有其他的 就没有其他的吗 真的吗 对 我不知道 好不好 相信政府的监制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的说法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问我 有没有 我不知道 好不好 好 还是有网友在提问 想请谭老师 最后统整一下 买海鲜的注意事項 如果扣掉 鱼头、鱼皮、鱼尾 那不就只剩鱼骨了吗 鱼肉啊 对啊 对啊 其实我 因为我是职业妇女 那我特别都喜欢吃一些 就是买这个真空包的 为什么 因为你回家 就不需要再花这个退冰 那其实我真的要替我们台湾的这些 就是国产鱼 大概推荐一下 像我们台湾很多这个片状的湿木鱼肚 还有这个什么鲁鱼啊等等的 其实台湾的海鲜 因为我们台湾四周都是海嘛 那其实像我们这种小家庭 就是这种真空包的鱼片 其实我觉得很方便 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每次取一包出来 那其实我最常推荐的叫做台大一科鱼 叫做什么 鲸鱼 为什么呢 因为鲸鱼是Omega 3最高的 对 吃了之后小孩子变聪明 我常常喜欢提一个那个研究 他们发现在小孩子考试前两个礼拜 给他吃鱼的话 他的理解力记忆力都会变好 但是我都一直想说 这个研究做得很怪 你为什么不平常就给你的小孩吃鱼 要等到考试才给他吃 零食抱脱脚 对 所以其实我还蛮建议就是吃鲸鱼 那鲸鱼因为比较腥 所以有些人不喜欢 尤其有时候煎鱼 家里会很多味道 因为我也常上一些健康节目 就跟一些主厨学 其实煎鲸鱼有一个绝招 你在煎的时候把锅盖盖上 然后它这个慢慢蒸发上来的那些味道 其实是附着在锅盖上 所以整间房子都有那个味道 你再把锅盖洗干净 那其实台湾是全世界的鲸鱼 南方澳是全世界鲸鱼的第二大渔场 所以我非常推荐吃鲸鱼 那还有呢 其实高雄有这个秋刀鱼的 那个高雄的秋刀鱼是最多的 那大家也不要担心说 那它的海域是不是会跟日本有什么关联 其实我们的鱼乐署也一直有关注这些问题 目前眼前都是非常正常安全的 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些小型鱼的 所以跟大家讲 这次跟大家讲就是 这次的穿和废料的废水的问题 我们从学理上告诉你 理论上是不会对我们有什么伤害的 所以不要去囤盐巴好不好 今天告诉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吃海鲜的话 就以小型鱼为主 这个Omega 3可以让你变得更聪明 所以他告诉各位 只要有你只要有充足的知识 你就不会被网络这些留言所骗 叫你去囤盐巴的 应该是那些卖盐巴的厂商好不好 真的不用囤 台湾的盐很多 而且就算这次日本把它排进去 理论上这些盐也是安全的 所以今天晚上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